白雲早已不纏绕蓝天 刻意断了消息几年 再见面也没意外都 喜家带卷 有一度像视而不见 还是转眼走进寒暄 自愁说我这样子 竟然也能活到今天 既然各自安好又何必挂念 谁想再为谁纠结也没法纠结 过得人人呈现 有包袱的依偎 只想幸福到你比我后悔 车是葛大维希的词 那其实他一直觉得有一些人 其实不在一起是更好的 所以你有时候觉得这两个人在一起不见得会幸福 但是他们各自去寻找到对的对象的时候 其实是两个幸福的故事 感觉很奇妙 就是隔了19年之后 然后再一次合作 然后今天有一个很深的感觉 是在拍再度重逢那一段戏的时候 尤其第一个take 在那个状况底下 不知道我看着他 他心里有很多很多的感受 因为对 那个时候是第一步 不是你的第一步 其实不是我的第一步 但因为那是很早的时候 所以就有很多很多的回忆 然后很多很多的感受 对对对那样复杂的感受 刚好就是 就是这个故事的感觉 这个是我的第一步 哈哈哈哈哈哈 听完各自暗号 自己有没有什么样的感触 是的 两个人经验的已经很难说 那时候 当初不欢而散 在剪辈好像有几小时不欢 那你也不想着看这个故事 或者看什么 只能有什么保命 如果未恃在乎 或者其实他就不想 因为vers��人 因為我一個人給大家聽一下 謝謝 謝謝